吉尔基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国大使馆 星期二早上遭到汽车炸弹攻击 吉尔基斯官方称 这一次事件是一次自杀炸弹恐怖袭击 那么据报道说炸弹威力非常大 中国使馆所在的附近地区都能听到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 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华 请他来介绍这起事件的最新进展 白华你好 徐伯你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人员伤亡的最新情况 那么这起事件的侦破有哪些进展 目前这个石湾附近的区域据报道 还是被这个吉尔基斯的警察 他们给封锁包围正在进行调查当中 那么吉尔基斯官方他们已经正式宣布 这是一起这个恐怖攻击事件 从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还有这个吉尔基斯媒体的报道 那也都是从这个恐怖攻击的这个角度来报道 这起事件 另外呢就是明天呢 就是吉尔基斯独立日的这个节日 那么吉尔基斯将庆祝这个独立25周年 那么吉尔基斯斯坦总统他已经下令呢 要加强对这个吉尔基斯境内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目标的各种这个保安的工作 另外呢 吉尔基斯还宣布呢 就是说明天的这个独立日的庆祝活动呢 不会被这个取消会继续照常进行 除了这个庆祝活动之外呢 吉尔基斯在这个下个月的月初呢 还要举行这个世界这个赛马大会 另外呢 在这个9月中旬呢 还要举行这个独立体国家的这个峰会 所以说呢 这一次这个炸弹这个袭击事件呢 那么对吉尔基斯以后的这个举行的一些国际活动呢 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好的 那么是谁造成了这次恐怖袭击 是否已经有人宣布对这起攻击事件负责呢 白话 对 现在目前还没有任何人宣布呢 对这次这起的攻击事件负责 但是呢 据报道说 这个汽车的这个车牌号呢 都已经这个知道了 而吉尔基斯的这个警方呢 都已经掌握了这个随时这个汽车的这个 所有人 那么中国大使馆呢 是在吉尔基斯这个首都彼士凯克的 这个南部是一个新区 这个附近呢 也有其他一些大使馆 那么据报道呢 这个炸弹的威力非常非常大 那么附近的这个超市 还有一些建筑的玻璃呢 都给震碎了 另外还有这个吉尔基斯 他们这个脸书上 社交网络上呢 也有一些人这个 发表这个 对这个现场的这个 看到现场的一些观感 说的这个 炸弹威力非常大呢 那么这个 炸弹这个杀手呢 它的这个尸体呢 散落在 这个爆炸现场的附近 续波 好的 那么中国在中亚 在吉尔基斯的外交机构 遭到恐怖袭击 这背后说明什么呢 说明什么问题 对 对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事件 那么 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是 上海合作组织的这个成员 而且呢 是这个取 起到这个主导的作用 那么这几事件呢 除了 就像我方才说的 对吉尔基斯的一些 独立日的庆祝活动 还有其他一些国际活动 产生影响之外呢 另外一个就是 特别值得 关注的就是 这些事件呢 中国成为 这个恐怖攻击的 一个目标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 就是说 中国大使馆附近 也有其他一些大使馆 那么美国大使馆呢 就在这个旁边 那么为什么 单纯选择 这个中国大使馆 作为这个攻击的目标 而且呢 中国在这个 吉尔基斯 从吉尔基斯的安全机构合作呢 也非常非常的密切 那么呢 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呢 还有这个防恐中心 而且防恐中心的运作呢 也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频繁 那么在这种一种背景之下呢 为什么还出现这种攻击事件 从目前这个 俄罗斯媒体的报道来看呢 他们分析 这个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就是 同这个新疆的 威吾尔分离 势力有关 这是一种可能 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从这个 在这个叙利亚的 这个伊斯兰国 跟这个也有联系 当然很多分析认为 从这个威吾尔 这个分离势力 这个关系比较大 更大一些 对的 对对对 好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祝俄罗斯特约记者 白话的连线报道 好 感谢观看